3、4、7、8、10 參與集會的市民將寫上訴求的寺飛機 由皇后像本場套入立法會 並以將民意套入立法會 發起集會的人民力量堅持不接受提告機制方案 要求政府撤回,並要求負責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王瑞麟下台。 集會過程和平,人群大約在10時後散去, 人民力量會在明日及後日繼續包圍立法會,要求政府撤回替補機制方案。 而近100名市民聯成員,晚上在皇后祥廣場遊行前往禮賓府,要求撤回替補機制。 但遊行到花園道時受到警方阻攔,雙方推撞,有示威者忌逃穿出馬路,令交通一度受了十多分鐘。 警方期後容許示威者去到禮賓府後門,他們呼叫口號之後散去。 香港天樂記者,韋家豪不道! 久保盡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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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